欢迎你来跟书彦学中文 现在我来讲讲后来和以后的不同用法 后来往往单独使用 不和其他时间状语一起用 以后往往用在其他时间状语后面 比如他来到美国 开始住在纽约 后来搬到加州 我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考试 我毕业了 后来就结婚了 他结婚以后才学会做饭 他们结婚了 后来就有了你 生了孩子以后 妈妈就不上班了 用后来讲的还是以前的事情 但以后有将来的意思 请看例句 他做老 做了十年 后来释放了 以后他能做什么呢? 他年轻的时候 做过很多工作 后来他终于知道该做什么了 以后他要当教师 好 接下来我来读一下关键词 时间状语 时间状语 纽约 加州 毕业 结婚 坐牢 释放 最后我再用正常语速 给大家讲一遍这个语言点 后来和以后的不同用法 后来往往单独使用 不和其他时间状语一起用 以后 往往用在其他时间状语后面 比如 他来到美国 开始住在纽约 后来搬到加州 我毕业以后 再也没有参加过考试 我毕业了 后来就结婚了 他结婚以后 才学会做饭 他们结婚了 后来就有了你 生了孩子以后 妈妈就不上班了 用后来 讲的还是以前的事情 但以后有将来的意思 请看例句 他坐牢坐了十年 后来释放了 以后他能做什么呢 他年轻的时候 做过很多工作 后来 他终于知道该做什么了 以后 他要当教师 这堂课就上到这了 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Liao